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最近有一天非常值得所有人都一起慶祝 我們一起開香檳的是什麼事情呢 那就是我們天氣終於變涼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多麼愛冬天的人吧 相比起之前就是隨隨便面都三十幾度 你知道嗎 最近大家看 哇真的心中感到非常欣慰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但其實我的鞋子並不是算非常多 應該說種類來說 那我大部分穿的可能就是一些sneakers啊 平地鞋啦 就其實很少有那種就是比較 比較少會把鞋子變成我穿搭的一部分 那最近呢我就覺得這樣真的不行了 黃可樂這樣不行 但不可否認的就是鞋子 它可以改變你一個look的整個風格跟就是vibe 那這週也會分享五天的穿搭給大家看 有一些真的是離開我的舒適圈 就我平常可能完全不會想說要去買這雙鞋 或是完全不會想要挑戰這樣子的風格 那當然穿搭是一件很主觀的事情嘛 但是呢我真的覺得大家只要在這個穿搭啊 搭配尋找自己style的過程中 有have fun那就是最重要的 我這次所有的鞋子都是來自台灣的品牌叫做D加AF 那相信應該很多人都不陌生了啦 就大家應該都買過啦 畢竟我們辦公室也買過 對 首先第一雙這個是我之前已經穿出去過的牛津鞋 然後它是米白色的 那這雙呢我第一次穿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整天在外面到處跑的一個行程 就是也沒有到上山下海 但是就是爬很多破啊 走很多路啊等等 然後我必須說我實際測試下來 它真的很舒服 就是完全沒有第一次穿鞋子 很容易會有的那種搖腳的感覺 因為它的皮稍微比較軟一點 所以我覺得對於不同腳型的包容度都是比較高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個稍微比較優雅一點的款式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適合穿裙子或是洋裝 或者是你今天可能像我平常比較常穿褲子嘛 你穿一個西裝褲也好 然後搭上這個鞋看起來就會很知性 可能你本來穿搭是75分 然後搭上它直接加15分 就是多少多少多少 90分 第二雙呢也是一雙牛筋鞋 然後它是一個屬於我覺得比較可愛 然後學院風的款式 那我自己特別喜歡它這個白色的縫線 我覺得讓一雙牛筋鞋比較沒有那麼無聊 這個的話我覺得搭配可能一些比較休閒的西裝型的衣服 或是搭配洋裝或長裙都會很好看 簡單來說我覺得它是一個可甜可閒的設計 再來呢是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 也已經穿過的這個方頭的襪靴 首先因為我自己本身腳 腳板比較寬 所以我在選擇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選這種就是前面是方頭的 我第一次穿它拍照的時候 我想說我的天啊 它也太修飾腳型了吧 雖然它看起來就是一個非常基本款的襪靴 可是它有在一些小細節 像是這個鞋跟上面 你看它的形狀它就有一點不太規則 所以就是在簡約當中還有一點點的變化跟 我不知道趣味性吧 因為它這邊的設計呢 上面這個是會就是很好的貼合你的小腿 加上它有一點點的根 然後又是黑色 所以它會讓你視覺上整個人的腿 看起來有這種elongate就是延長的感覺 他們家推出了一個就是美腿瘦瘦系列的靴款 然後這個就是其中一款 我自己是拿了正常的尺寸 然後穿起來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呢 因為它這邊是真的就是很貼你的腿的 所以如果你裡面還會再穿襪子啊 或是你想要裡面多一點空間的話 我個人會建議你可以再拿可能半號或一號之類的 再來這雙是完全的突破了我的comfort zone好不好 就是這雙馬丁鞋 哇這個是不是看起來很青春 應該就不知道為什麼我之前其實沒有很懂馬丁鞋 然後我就是最近突然看了人家的穿搭之後 我越來越能夠appreciate馬丁鞋的美了 對那我覺得一部分是因為我自己本身身高不算太矮 就我大概164嘛 所以其實我會避免穿那種很厚底 或是很bulky的鞋子 但是我收到它之後我覺得 欸其實馬丁鞋也不一定那麼bulky 就它的源頭設計跟它的鞋子 讓我覺得很 的 馬丁鞋裡面多了一點那種俏皮感 所以我也很期待我會怎麼來搭配它 呵呵 最後一雙呢也是我從來沒有買過的鞋子 登登登 沒錯我就是雨靴 其實地價AF最近也推出了一系列 我覺得都很好看的雨靴 尤其是有一些那種就是長的雨靴 我覺得哇搭起來也太好看了吧 這個應該算是中筒吧 以前我也不是說不懂雨靴 但是它不會是在我買鞋子的priority list上面 我這次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做一點改變 人生就是要改變 雖然說它叫雨靴 但是其實你沒有下雨的時候也可以穿 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個時尚的單品 來穿就好了 那希望大家在秋冬換季的時候也能夠享受這個換季的過程 那我們就進入到穿搭的部分 來拿這櫻子 為什麼一切都變了 我會起來 裝起來呀 我們來講一下今天的 outfit 我們今天走的是一個比較 上班族的稚型一點的感覺 有沒有 你知道嗎 欸 你這週一不會用心去 其實我們兩個今天也挺搭的 這個色調 我今天的上衣呢是 Mini Matters的一件 就是有點薄紗的上衣 然後裡面是內搭的白色小可愛 然後褲子呢是Rococo的一件 就是西裝褲 我這樣配他腿好短喔 我們拍呢 這樣子 低價AF 我真的要接收他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 第一次買低價AF就是跟他一起買的 這個地方應該是可以踩下去 因為他有這個東西 跟他的皮很軟 第一次穿鞋子出去不會搖腳的 這一點就是真心值得稱讚 好瘋 今天看就已經有看到是新的鞋子 今天是星期二 這個是很久以前在一個韓國的網牌買的 我已經不記得名字了 然後裙子呢是GU 是低價AF的襪靴 雖然今天算涼 但其實還沒有到很冷的地步 但我還是帶了一件毛衣 因為我喜歡毛衣 It's love It's love We're not stopping 多謝Eva送了一隻 小時的最新的Album給我 因為我自己買了一個 然後我抽到的成員是我沒有那麼喜歡的 他一開呢 全部都是我喜歡的成員 對啊 超夢的 Eva超級的 你不要整潮 他最近很努力也在融入大家 我們在討論 包包啊鞋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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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購啊 他說要紋眉 然後我就說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 在沒有WhatsApp的情況下 整個office在幹嘛呢 在團購 他們為了買東西做了一個PPT耶 好扯喔 好PPT 然後這個是 下一個 我穿買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給大家看一下 金米亞你在穿什麼鞋子 我今天穿襪靴 襪靴 很瘦小朋友 很瘦耶 謝謝 很橙耶 很瘦小朋友 有對白色 你看 要買了 對 我只要你這樣 試試看 早送了 來 早送了 我公司 打開 好 I'm sing in a band Oh she's right here This is right I will be never here Good morning 因為今天等一下有個interview 所以我穿的是一個比較直場一點的風格 我今天的上衣是一件平口的這個黑色brow top 下半身穿了一件米白色比較寬鬆的西裝褲 然後外面再套一件這個蠻有秋冬感的一件西裝外套 然後今天搭的鞋子是這個很可愛的牛津鞋 旁邊的朋友 希望可以驚喜Sueva 群星生日快樂 OK OK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Sueva公主 今天是星期四 然後今天穿的是稍微比較休閒一點的 首先上面是一件Crop的白色brow top 然後下半身呢是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但是它是帶一點光澤感的 雖然擺褶長裙吧 然後outwear我搭了一個有一點點工業風的 這個米色的外套 然後鞋子 有這個超級可愛的馬丁奇 有沒有看到它是臉頭的 今天這套outfit雖然不知道是不是符合大部分人的審美 真的是就是out of my comfort zone 我們是很習慣穿這麼可愛的鞋子 但同時之間的我又看到別人的穿戴都很好看 所以我就是也嘗試自己配出了櫻桃 歡迎Sinvia來香港的大學做一間大學生 因為我剛剛在外面的衣服 然後他剛剛在外面的衣服 我就聽到他的聲音 然後有一個很年輕的小孩 這樣跳啊跳啊跳啊過來 然後我不知道是他 你拍一下他今天穿得好像大學生那樣 愛了 中愛了 時刻在我們三方 再有定義 緊張嗎 興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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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星期五 最後一天了 今天的outfit上衣是一件比較寬鬆的淺綠色襯衫 然後配了一個西裝的短褲 然後鞋子搭了這個雨靴 耶 然後今天帶這個超級大的飯鋪袋 好 衝褲子搭了 然後遇到飯 大家的問題是怎麼看我太多 不從現在 就先忙 不知道我都會想要 OK 你是今天辦公室的吉祥物 知道嗎 對 PP的吉祥物 我是 他想說他去了 他要找姨媽了 姨媽 我嗎 他要交交給那個 舅舅 舅舅 伯伯 舅舅 嗨 KID真的很有慈父的光輝 現在 HAPPY BABY 你現在身後散發的光芒 你知道嗎 你要抱他嗎 好 好可愛 伯伯 好可愛 好吵 HAPPY FRIDAY 好可愛 伯伯 HAPPY FRIDAY HIGH FIVE 喔 他HIGH FIVE喔 好 這個禮拜也是順利的過去了 這五天呢 其實我也是嘗試了很多 我平常不會嘗試的風格 然後當然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穿搭風格 然後因為我的衣櫃其實蠻單調的 所以我這次也是盡力的 在我擁有的衣服裡面呢 做出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穿搭 另外一個小tips呢 是我這次其實到DKAF他們的IG 然後有一個TAP他們的照片嘛 那我就在那邊滑 就是大家不同的人有 怎麼去搭配不同的鞋子 然後你會發現同一雙鞋其實有很多的穿法 然後其實真的都蠻好看的 對就是在買之前可以先偷看一下別人是怎麼穿搭的 無論如何穿搭是表現自己的一種方式 所以也不用太在乎別人怎麼想 DKAF上面的鞋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種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找到適合自己的鞋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見拜拜